如果在焊接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 第一个点焊不住的话 可以选择粘一下针 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 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这个就是焊完后的效果 冷焊机融焊四的时候 这个乌针不能打到焊四正上方 这样就会起球融化不了这个焊四 要放到焊四正前方 这样才能形成焊点 如果像这种第一枪焊不住的话 可以选择加焊四来填补一下 形成一个焊点 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 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这样就焊完后的效果 如果第一个焊点焊不住的话 第一个焊点可以选择加焊四来填补一下 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 顺着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这就焊完后的效果 0.7的无锈钢板和2.0的铁板搭接焊 现在焊一段看一下这个效果 用的是脚控台关 焊一小状 焊一下这个焊道 我们有烂气时机可以焊接又可以修复 像这种小缺像什么的 加焊一枪就可以搞定 像这种小凤喜不小加焊 直接焊就可以 像这种小凤喜不小加焊 直接焊就可以 冷焊机融焊四的时候 这个物质要放到焊四正前方一毫米的距离 不能放到焊四正上方 放到焊四正上方的话 这样就起球 融化不了这个焊四 放到焊五里边 要放到焊五里边 放到焊五里边 窇口表军 如果在焊接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 焊不住的话 可以选择加焊 自来填补一下 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 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这就是焊完后的效果 冷汉机在焊接的时候 屋镇与板材的距离就是控制在一毫米以内 就是不粘镇的情况下越近越好 这样贴室之后双双弹一下 这样这个位置是刚刚好的 然后就这样贴室之后双双弹一下 一个点压一个点的尾部就可以 不用太密 冷汗机在焊接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焊不住的话就不要接着往下焊了 第一个点可以选择沾一下针 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 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这就是我们冷焊接焊完后最真实的效果 如果在焊接的过程中 能出现这种情况焊不住的话 那是说明你屋镇距离板材太远了 这个距离要控制在一毫米以内 顺着第一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这就是焊完后的效果 焊完后的效果 我们冷红焊接加焊丝的时候 这个乌针不能放到焊丝的正上方 这样就会祈求融化不了这个焊丝 要放到焊丝的正前方一毫米的距离 这样就会形成焊点 这种焊接加焊丝和不加焊丝点焊错过 这种焊点的焊点